香港作为拥有多个世界级基建的国际城市 整个建造业项目的生命周期 从设计、施工、营运和维护 都需要一个综合的共用数据平台贯通 而综合和单一资讯来源将会成为成功的关键 当资产生命周期达到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我们的目光就应该超越设计和施工 放眼未来已达到长远的利益 要协助建屋流程达到提速、提效、提量 建造业需要提高生产力 采用创新的施工方法 先进的技术和建造数码化至关重要 政府一直带头推动创新科技应用 例如采用数码工程监督系统DWSS 建筑信息模擬DIM 分阶段推行综合数码平台ICWP 持续监察、检视项目各方面的表现 加强公务工程、监控和管理 同时提高建造质素 改善工地安全和提升环保效益 CDE综合数码共用平台 将会是现代科技建筑的必然工具 法整局和建造业议会 今年合办首届香港建造业 CDE综合数码共用平台大奖 表扬本地结出的项目和机构 在应用综合数码共用平台 加强项目管理、工作安全、效率和生产力的贡献 议会日后会和业界分享得奖者 利用综合数码共用平台的宝贵知识和经验 将一部提高行业的水准寻求突破 项目拥有者、发展商、顾问和承包商 无论政府和私人项目都可以参加项目或者机构里面 大奖请来一众海外和本地的专家做评审 以创新、工作流程指标的提升 关键职效的指标等不同范畴评分 大奖现在接受报名 截止报名日期是2022年9月30日 我呼吁业界朋友踊跃参加 我呼吁业界朋友踊跃参加 分享宝贵的创新经验 一起推动 一起推动CDE综合数码共用平台 大力行业夹身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